在《折天》这本小说中有108座主峰 每座峰都有不同的传承和机遇 主人公叶凡选择了前往500年无人踏足的主峰 这个决定引起了读者们的好奇和猜测 叶凡的选择源自对九秘传承的耳闻 这份传承传说有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和神秘的奥秘 能够帮助修炼者达到更高的境界 对于追求力量和成长的叶凡来说 这样的传承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 叶凡的选择也有他个人的原因 首先他追求获取这份传承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以更好的保护所珍爱的人们 在这个世界上 力量常常决定一个人的生命和地位 叶凡深知其中奥妙 他渴望成为一个强大的存在 能够捍卫他所珍视的事物 其次叶凡内心对于未知事物充满好奇 500年来无人涉足的主峰 隐藏着被时间遗忘的秘密与机遇 叶凡渴望亲自去揭示 然而叶凡是否能够成功获取这份传承 以及这份传承的具体内容都是故事中的悬念 在他的冒险过程中 他将面临各种挑战和考验 只有凭借努力和智慧 或许他才能够获得这份传承的机会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见证了他的成长和探索之旅 也将揭示更多关于这个世界的秘密和真相 亲爱的朋友们 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叶凡在这天中 选择前往500年无人涂足的主峰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